冰爆火箭弹横跃夜空 放空系统对准一架架俄罗斯神风无人机 无动战场的声音日夜不息 影片里乌军特种部队准备抢夺俄军位置 经理俄军一轮轰炸后换乌克兰出手 炮弹无人机联合火力终于顺利攻占 俄罗斯士兵死守好几个月的好沟 而这回战场得胜主力功臣就是无人机 宣布成立第一支无人机专门部队 曾经司机还说近期就可以看到成果 不止如此还有和外国合作 土耳其败卡科技已经开始在金谷地区建造无人机工厂 新的乌克兰工厂一年后将会开始生产 相当知名的TB2无人机和最新款TB3 另外美国军援卡关几个月有最新进展 953亿美元外援法案对象包含乌克兰以色列喊台湾 美国参议院通过程序动议导致第一道障碍 但会不会表示通过还是未知数 只是乌克兰内部问题再次浮上台面 好几个星期以来的传闻终于证实 曾经司机开除乌军总司令扎鲁兹尼 由地面部队指挥官瑟尔斯基代替 曾经司机强调不是政治斗争 单纯只想扭转战场将局 同时普京开战后首度接受西方媒体专访 和多次发表挺而言论的美国集邮派主持人卡尔森面对面 普京澄清不想让战争扩大 话逢一转痛批北约军援乌克兰 而下个月就是俄罗斯大选 又有一位反对战争的候选人纳德兹丁 被俄罗斯中选会禁止参选 纳德兹丁说会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 更对普京放话反对的声音不可能消失 TV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